英国格拉斯哥附近的一个小镇上,一辆蒸汽卡车正在启动,这辆卡车的机组有两人,比尔是苏格兰颇有名气的蒸汽卡车驾驶专家,而机械师乔治·布兰森则是苏格兰著名的蒸汽卡车司炉专家。 这对黄金组合,驾驶着一辆由格拉斯哥本地制造的DG8型蒸汽卡车,在街头风驰电车的行驶,轻易地就超过了另一辆19世纪末出厂的老款车。 当地人认为,这种卡车行驶时只需水和煤炭,是当之无愧的最省油钱的汽车。 但事实是无情的,在美国密苏里州,一个星期天的早上,安德鲁给他的雪佛兰37轿车,屁股后面的炉子里加满匹柴,点了一把火。 几分钟后,安德鲁检查炉子里出来的煤气已经可以点燃,便愉快地发动汽车上路了。 据介绍,这辆车百公里油耗大约22磅匹柴,约10公斤,都是山上捡来的木头。 成本零元,装填一次匹柴可行驶100英里,约160公里,所以这才是最省油钱的汽车。 而在内华达州,本杰明父子正在给一辆福特皮卡车厢的炉子里添加匹柴, 这个炉子旁有一个煤气收集净化增压罐,用来给车头的V8发动机输送增压的混合煤气。 本杰明的儿子将油门踩到底,车速达到60英里,大约每小时100公里。 这辆车由于采用了先进的匹柴燃烧装置,每100英里消耗不超过30磅,也就是百公里约8公斤匹柴。 这种省闲汽车的原理也很简单,就是让匹柴在炉子里,像农村烧大炕一样,进行不完全燃烧,生成一氧化碳,也就是煤气。 用古风机把炉子里的煤气吹出来,通过水冷降温后,进入装油网容和机油的过滤器,过滤掉煤气里的杂质后,就可通入汽油发动机的进气气管,发动机经过简单改造,就能像烧天然气的出租车一样烧煤气了。 由于工艺简单,这套一氧化碳发生器都是车主自制的,一般是根据爱车的排气量来设计炉子的大小,比如这个发生器的炉子很小,装不了多少匹柴,所以煤气只能够一台小型汽油发电机使用,在满地匹柴的大山里,这简直就是免费发电的神器。 皮柴汽车虽然外观不佳,动力也差强人意,但具有燃料不要钱的优点,因此深受各国人民喜爱。 我们的邻国朝鲜,木柴众多而缺乏石油,这种皮柴卡车更是随处可见,当卡车需要添加燃料时,常会见到热心的乘客从家里爆出皮柴。 在寒冷的瑞典,烧皮柴的沃尔沃既节省了大量的油钱,又给车里提供了充足的热量,开在路上,简直羡煞旁人。